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个人说你杀了人 两个人说你杀了人 三个人说你杀了人 当第四个人开始说的时候 可能你妈妈就坐不住了 因为她也相信你杀了人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效应呢 就好像有些人 他其实跟生活里面的其他人 从来没有交往过 可是我们听到别人 转述这个人的故事 一个这样说 两个这样说 三个这样说 你也会开始相信 别人对这个人的评价 即使你从来都没有跟这个人相处过 所以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问题 我们先来听故事 春秋时代的时候呢 在孔子的学生 曾申的家乡里面呢 有一个跟他同名同系的人 也叫曾申 而这个人呢 他在外乡杀了人 而请客之间呢 就是很短的时间 这整个村庄都听到了 曾申杀人这个消息 但是呢 这个曾家的孩子 跟另外一个曾家的孩子 是不一样的小孩子 那么当邻居把这个 曾申杀人的消息 告诉了曾子的母亲的时候 并没有引起了预期的反应 因为曾子的母亲 一向认为他这个儿子 是很值得他骄傲的 而且他是儒家圣人 孔子的好学生 怎么会做出这种 伤天害理的事情呢 然后呢 他就一边支部 一边对来说的 那个邻居讲 不可能的 我的儿子是个乖孩子 他是不会杀人的 可是没有多久 又来了一个邻居 就跑到曾子的母亲面前说 伯母 这个曾子真的在外面杀人了 那么他的母亲 依旧说不可能的 我儿子是乖孩子 他是不会杀人的 他还是在那边缝衣服 过了一会儿 第三个人又来了 然后外面议论纷纷 而且说已经把这个 他的儿子给抓起来了 他的母亲听到这里 就开始紧张 他开始相信 这件事情是真的了 他害怕这种 人命关天的事情 会影响他的亲戚啊朋友 这个时候 他就难过地哭了起来 他说 儿啊 妈妈相信你 这么好一个孩子 可是大家都说 你杀了人 这些人跟你无冤无仇的 为什么他们要骗我呢 你是真的杀人了吗 你是不是真的 被官兵抓了起来 其实有时候 我们在说别人的时候 我们都会讲 我跟他无冤无仇 我不会说他的坏话的 那我既然跟他无冤无仇 我说了他的东西 你一定要相信我 因为我跟他无冤无仇嘛 对吗 也是同样这样的道理 然后这个时候呢 大家就劝这个母亲啊 你快点逃跑 因为以前 如果你儿子杀了人 其实全家都受影响了 免得官兵一起把你抓走了 然后呢 这个妈妈就说 不行啊 我不可以逃跑啊 如果我逃走了 谁来照顾全家大小呢 这个时候 曾子回来了 大家就吓一跳说 你不是杀了人 已经被官兵抓了起来吗 她说 那不是我啊 只是跟我同名同姓的人 这时候 她的母亲就笑了起来 她说真是的 因为大家都说 你杀了人 连我也怀疑我的 乖儿子 也真的是杀了人了 这在我们心理学上面 有一个词叫 从众心理 就是会跟随大众的 一种心理 在生活里面 经常会发生的 像有些人 由于他可能 交际的手腕不够高 一般人不太喜欢他 所以他做了任何事情 别人都会有 另外一种解读的方法 或者别人很不容易理解他 所以他就有一个所谓 从众效应的一种形象 那么别人就没有机会 跟他交往 或者是跟他交往的时候 没有办法给他一个公平的待遇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 从众心理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新加坡的美香秀 伊瓦秀 美香书房 让你的生活更美好 那么从众心理究竟是什么呢 就是当一个人 受到群体的影响 群体的压力 大家都是这么说的 大家都是这么想的 大家都是这么认为的 那你呢 就没有办法 去坚持自己的想法 你会开始怀疑自己 大家都这么说 大家都这么想 大家都这么认为 大家都那么评价他 所以呢 你就会朝着大多数人的方向 去改变 这就是所谓的从众心理 而这个从众心理 在我们心理学上 还有商业学上来讲 经常拿来运用的 例如流行歌曲 大家都会唱 你不会唱 好像你很落伍 例如最近流行什么颜色 流行穿什么服装 即使你不是很喜欢 你也去买 你会觉得 大家都觉得很漂亮 其实 当这个流行一过了以后 每一个人在看这件衣服 心里都有一个声音 没有说出来 当初我为什么喜欢这件衣服 可丑死了 所以呢 从众心理 是一个蛮可怕的东西 当然从众心理 也可以用来赚钱哦 因为现在 很多的商家 都用从众心理 来赚你的钱呢 好了 这就是我今天介绍的 另一本 另外一个故事 关于心理学的 一百个故事 你要是有兴趣 可以买这本书来看 我先跟听众朋友说一下 这个不是一个特约节目 所以没有拿商家的半毛钱 来介绍书籍 只是我这么多年来 各种杂书 选出来跟你分享 如果你买得到 你就买 买不到呢 就听我们的节目 有的时候 我会跟你分享 一些我的看法 还有书里面的故事 这样呢 也可以增添您生活的乐趣 或者增添您聊天的乐趣 其实美乡书房 最重要是让你增添聊天乐趣 为什么呢 你不要老是跟朋友在一起 就讲别人的闲话 或者跟朋友在一起 就讲一些很无聊的话 如果你们两个人 都是喜欢读书的人 你们两个的聊天 会特别的有意思 好了 祝你的咖啡 越喝越香越浓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拜拜 美乡书房 谢谢你的收听 美乡书房 让你的生活更美好 莉莉呼声 让您的生活更美好 我最喜欢一碗妈妈讲课的部分 因为它让我了解课本 它能够非常好的帮助老师 帮助学生去 非常细致地去讲解课文 所以我觉得课本堂的家长保典非常好 词汇老师讲解的词汇立体化 那他们用很生动的方式 把词汇表现出来 那小朋友们呢 不仅能更充分地了解词汇的意思 那在校具上面呢 也不会遇到任何困难咯 她在学校的中文课程中 看词汇立体化 所以我本身觉得 词汇立体化 是一种完美的词汇立体化 他们似乎在中国课程中 我认为他们的词汇立体化 更加强热 请立即按下遥控器上的蓝色按钮 听过星河325教育频道